这种情况有三个常见的原因 视频开始前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第一个关联误区 孩子受家长影响 认为越早戴眼镜度数增加的越快 第二个原因眼睛不舒服 儿童配眼睛散同艳光 否则会导致头晕 看不清等不识 最后一个是心里有压力 年龄小的孩子怕同学嘲笑 从而拒绝戴眼镜 如果是这个原因 家长就要帮孩子调整形态 如果确实很排斥 那就考虑安全精准 脚步塑形镜 晚上待白天摘 既能控制近视 又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 这种情况你遇到过了吗 是怎样处理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